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會覺得現在外面的髒空氣 其實很髒 然後呢 那當然你吸入到體內之後 其實你就可能會 變成老化的 一個很重要的關節 所以就是戴口罩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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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在我跟依依出門前 就先幫我消耗水果 戴皮吃跟不戴皮吃有差別嗎 皮的那個 植物營養素的含量比較高 目前研究發現說 有很大的一個抗氧化的一個效果 可是很可惜的是 研究發現植物營養素呢 比較...存在比較多的是在 打擊老化危機 抗氧化絕招大公開 最正確的老化觀念 今天一次解惑 抗氧化到底是不是 真的就可以抗老 好 我們先請賴醫師來說明一下 好不好 賴醫師 好 第一根口 其實我們要知道那個老化 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我們一出生開始 就開始老化了 那為什麼一開始... 有這麼快嗎 其實是真的這麼快 不是在長大而已嗎 你想 養化喔 因為它是養化有氧嘛 你一出生是不是就在吸氧氣了 對 一碰到氧氣就開始老化 事實上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那我們老化很久了耶 對 但是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到三十歲以前 我們生長的速度 都是大於氧化的速度 所以你沒有任何感覺 你甚至會長大 會很年輕很漂亮 但是三十歲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容易累 吃東西越來越容易餓 然後越來越容易... 對 所以第一個說 第一個抗氧化 第一個抗氧化部分 你可以讓你的老化減緩 因為我們出生的時候 其實老化就是我們所有的細胞 開始在代謝 在死亡在凋零 所以說你氧化的時候 你有些細胞會死掉 不要說我們膠原細胞會死掉 所以皮膚會垮下來 那第二個老化也可以造成一些 你吸收不好的問題 然後例如說 你可能一些吸收物質 吸收不是那麼完全 那多的物質 你就在身體上產生一些累積 累積就造成肥胖 所以說你抗氧化 第一個可以抗老化 第二個可以抗肥胖 所以這個氧化 還不是只有外面這一層而已 對 是整個身體的基因 抗氧化真的很重要耶 真的很重要耶 那我們這個很多 有百分之七十幾的女性 還沒有在做的 要好好聽一下啦 對不對 但我們今天三位美女 為什麼可以保持永遠這邊的青春美麗 真的 就是有在做這些事情 來 那我們裴裴 妳先來啦 抗氧化第一招妳會怎麼做 其實啊 因為我現在工作比較忙一點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之前啦 比較認真一點的說 我一天都會運動個大概一個多小時 比如說先 然後再騎那個室內腳踏車 就那種健康器材 對 可是現在工作越來越忙之後 就發現 怎麼不然我沒有時間運動了 所以我都規定 我們店裡的東西 都必須擺在二樓或三樓的倉庫 就是每次有不同的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要拿東西展示給客人看 他們都一定要跑到二樓或三樓 就爬樓梯 對 那是他們拿運動 那是妳拿啊 我也要拿 那只是妳的車座少一點而已 也有啦 也有 大家都要 大家都要 就是要爬樓梯 然後再爬下來 我想說這樣子 大家爬樓梯過程當中 就會大口大口吸氧氣這樣 可是通常不是說 運動一定要累積到多少時間 你的心跳要多少 所以才開始有那個病動 感覺那只是勞動而已啊 對 應該是勞動 對 不是運動 但是它這個角度 也符合現在衛生署 以前就說每天要什麼 333原則 後來看大家好像都不太做得到 然後就說那不然 反正妳就是有空就走路 有空就好了 有空就好了 一天就累積起來 總量到達什麼就好了 但是這樣子可以抗氧化嗎 應該不行 她的感覺是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現在的保持是因為 她年紀還輕的關係 有可能 以前啦 以前很常運動 以前一個禮拜都運動個 三到四天以前更誇張 每一次運動都會到四個小時 以前啦 所以她現在在花以前的時間 不是 妳以前這麼閒啊 以前很閒 其實剛剛主持人講的沒錯 就是張教練 你不運動來講 有運動的確是比較好啦 但是其實運動有很多的東西 像剛剛甄莉姐講的 運動有很多種的方式 你要挑適合你的運動 有些運動真的會讓你的 氧化的程度加深 有些是讓你訓練你的身體 能抗氧化 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稍微介紹 就是我們有分兩種運動 一個叫有氧運動 一個叫無氧運動 所以有氧運動 就是我們一般搬東西 爬樓梯 很快 也很容易勞累 這是其實不好的運動 那我爬樓梯不好 你說很快地爬 搬貨品 對 很快地爬一下 拿很重的東西 你的身體需要一時短期之內 耗很多的氧 這其實是不太好的 有可能因為搬給客人一定很快啊 對... 不太好 例子是說 它反而容易氧化 加速 對 它會第一個加速氧化 第二個會產生比較多的自由基 難怪你才十八歲 現在就長這樣 真的 像他十八是不是 等一下說我六十... 這樣看起來好年輕 那基本上這種無氧的運動 第一個它只能訓練你的肌肉 有些人可能有些無氧運動 舉假鈴可以肌肉強壯 但它對你的心肺功能 對於血管對你的氧化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幫助 沒有幫助 那第二個我會介紹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有氧運動 它主要就是說你比較和緩 然後可以坐比較久 最常就是我們的慢跑 快走 騎腳踏車游泳 訓練自己的身體 把自由基帶走 排毒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減少氧化那個問題這樣子 那這種有氧運動 它非得要弄到自己流汗 才算數嗎還是... 這是牽涉到一個運動強弱的問題 你不能說太弱 例如說你可能慢慢的走 可能一秒走一步 像你可能走個一小時都沒有用 太慢了 對 你要稍微有一點點 心跳加快的感覺 那心跳加快 表示說你的身體在代謝活動快 身體在產熱 就會微微微的流汗 那個是最好的狀況 那像剛剛佩佩說 他可以以前暈倒到四個鐘頭 那會不會有運動過量的問題 對 會嗎 就是我剛剛講 如果說你是有氧運動的話 四個鐘頭 只要你不覺得很累 身體沒有覺得耗盡所有的體力的話 其實算OK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做四個鐘頭 你去做那種有氧運動 很累 整個累瘫了 根本連站都站不穩 都要倒下來了 那就是你身體已經太過於氧化了 其實一般來講 剛才像佩佩那樣子過度的運動 一般比較常見在一些 比如說想減重的女生 因為她想減重的時候 她除了吃東西吃得少之後 有時候她會配合很激烈的運動 那之前有個女生她是這樣 她就是也是因為想減重 可是她吃的並沒有非常非常少 可是她運動的非常多 因為她想說 這樣子會瘦得比較漂亮 所以持續幾個月之後 她確實瘦很多 而且體脂肪變得很少 因為她大量的運動 可是她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她發現說奇怪了 她的月經本來都很正常 可是最後的一兩個月 變成開始是來得很少 就這種點點 後來想說可是我營養夠啊 因為她並不是極度的飢餓 她還是有維持一定營養 她發生什麼事 醫生就說其實對女生來講 如果你真的很劇烈的長期的運動 你的體脂肪真的變很少的時候 她們發現這女生 她的磁激素在體內的濃度 也變低了 所以我想妳是 不一定當時有老化 但會man的 所以她真的反而變man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錯妳可能身體覺得 看起來什麼肌肉啊 什麼都還好 可是妳可能女性的味道 會少得那麼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還是第一個 這沒有很嚴重 這沒有很嚴重 第二個嚴重是有些真的 像剛才我們在講 有很多的運動 它其實是無氧運動 其實最經典的案例 你看像NBA他們打籃球 它是過氧化 它不是氧化 它是過氧化 過氧化自由基累積更多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去統計發現一件事情 NBA的球員在球季的時候 跟他們休息的時候 你想說球季當中都在運動對不對 休息的時候沒什麼運動 因為只是適度的訓練對不對 可是他們的球季當中 反而感冒的機率是高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它過氧化之後 它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真的喔 對 所以說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最近好像身體有點累累的 好像有點感冒 不然來運動好了 住系你一定死定了 因為你那個時候去運動 或者是讓你的身體那個反而更糟 你這樣講喔 剛剛我還想到一個例子喔 這個我不曉得 它的優缺是怎麼樣 就是你看以前我們像 那次憲哥的時候 憲哥他主持量超大的時候 他說我一天啊 我都睡很少的 反正要睡以後有機會睡啊 所以讓我半夜要去打高爾夫 再怎麼忙我都去運動 但是睡眠時間不夠 他滿會模仿耶 對耶 他真的是這樣 他真的是這樣講話 沒辦法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 我運動量也許有氧或什麼的 我運動量有 但是我吸吃了睡眠 第一個 我跟你講 其實所有東西你會想像是 加減法的概念 你運動是加法 飲食是加法 然後睡眠是加法 如果說你睡不好 飲食不好當然是減法 那當然你年輕的時候 你很多的能量 可以去消耗 好 你說那個例子的狀況來講 有可能是稍微有點減法的感覺 他睡不好 可是他有做運動 但是他吃不好 所以事實上你的身體 在一個假假景點當中 其實是會一個 非常不平衡的狀況 變兩個負一個陣而已 這種做法說不定還比他 不做運動 但是睡飽一點 對 吃好一點 吃好一點 反而還比較好這樣 不過他還好他是去打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也算是一種有氧運動 因為他可能打了之後 如果你是坐高爾夫球車 就沒有運動到了 走路就運動到了 對 有道理 就是有氧運動 好 那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那運動 真正達到我們這個 比較抗涼化嘛 其實我跟你講 每個人他有不同的 去算你怎麼運動的方法 但是其實要去算 其實很困難 所以我們會建議啦 就是所謂的333 就是說你每週至少有三次 那時間的話 每次大概要超過半個小時 因為超過三個三十分鐘以後 你的身體一些脂肪 才會開始被消耗 你三十分鐘以內 其實都是一些血糖消耗 其實你根本 脂肪根本沒有掉下去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心跳 稍微有點快一點點 那一般的人 心跳大概是70到80下啦 所以大概你跳到130左右 都算是OK的 那如果萬一我有氧運動 我是走路快走 我的心跳就是沒到130 那我走了一個鐘頭 這樣算嗎 對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辦法 讓你的心跳 真的跳這麼快的話 因為其實每個人有多有少 每個人他運動的強度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到130 他會覺得很累很不舒服 那你可以稍微僵一點點 但是你的時間 再拉長一點點 也是可以 對 或是說就剛剛講的 稍微出汗 這個是評估的方法 你不一定要出滿身大汗 但是你只要沒有發熱 沒有流汗 其實就表示不夠 那所以我們在家裡啊 譬如說像女生會減肥 跳那個正多焰 剛好就是35分鐘 那個會癱耶 對 其實那個滿累的 你知道嗎 那那個跳完 其實是有幫助我們抗氧化嗎 其實如果說你時間夠 強度夠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基本上你跳個35分鐘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就是剛好一段就是35分鐘 對 我剛才說其實那個正多焰啊 我知道有幾個醫院的那個 他們的減重中心 其實就是用那個 來當作減重的運動 真的好 所以他們因為之前一些減重醫生 評估過他這個運動方法 覺得如果你知識正確 其實他還滿好用的 對 所以是一個建議 對 那你這個三三念願 像我剛剛有講的 衛生署現在又退而求其次了 就是以因應現代人沒時間運動的需求 所以說你只要累積下來 你可能走五分鐘 OK 把這一天總和有到三十分鐘的運動量 也可以 對啦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你總比沒做好啦 對 那甚至他們現在退不到說 你只要日常生活有動 例如說你可能 你不要說 你只要不要動 你不要動 不要整一直放快 會不會到有一天 不然就想說 只要你們手指殼 再滑滑鼠就可以啦 那一定要動啦 接下來這位你看 長得婷婷於裡 挺有的 這個絕招應該是大家可以學的 我是比較沒有在運動 反正沒有在運動 我就跟那個 大概每天走五分鐘 十分鐘的人 送小孩子去上課的時候 但是我是屬於一個 比較被動的方式 因為我會覺得現在外面的髒空氣 其實很髒 然後呢 那當然你吸入到體內之後 其實你就可能會變成老化的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妳隔絕髒空氣是不是 所以我盡量就是 隔絕髒空氣 所以就是戴口罩 什麼 真的是一個比較被動 然後簡單的方式 妳也太簡單了吧 但是因為我覺得空氣濾鏡器啊 然後譬如在 因為像我平常開車 然後因為我有一次聽長明哥 廣播節目的時候 剛好有在講就是 那個空氣濾鏡器在車上的 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平常 在開車的過程中 然後或者在家裡面 在一般的呼吸的狀況之下 其實乾淨的空氣 我想應該會對我們身體 是多少有幫助 賴醫師 這個OK嗎 這個 這個其實是非常好的做法 非常好 真的假的 謝謝賴醫師 我們小時候結果超懶的 對啊 妳在感冒 妳戴口罩妳要圓一點耶 妳一定感冒 對不對 就不是我在抗氧化 不好意思 真的 這樣有效 因為其實連我自己也是這樣做 你們同一掛的 我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空氣 現在的空氣跟以前空氣不一樣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的工廠廢棄 有很多的汽機車廢棄 甚至一些路邊的油煙 二手煙 這些東西都是 讓你傷害那個肺部的元凶 台灣女性最多的是什麼癌症 為什麼是肺癌 因為大家都要炒菜 所以油煙也是個大問題 那所以要搓眼鏡一定要裝 那真的不行就戴口罩 其實這個雖然說很過於過分 但是事實上是該做的 真的喔 我看一樣是頻頻點頭啊 妳是每天在家煮炒菜 沒有 因為妳會發現 現在人的那個空氣的環境 到了我們這個粒子啊 到了我們那個鼻腔裡面之後 它其實會引爆我們的過敏的反應 跟免疫的反應 所以呢 妳可能就要花更多的力氣 去做抗氧化 所以戴口罩其實是一個 第一個隔絕的一個 真的喔 所以妳出入妳也是戴口罩嗎 對 就是一個物理的方式 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冬天在戴口罩 其實有一個幫助 就是說讓妳的那個呼吸道的 那個冷空氣不至於那麼的乾冷 對 那那個部分 其實也會減緩一些過敏 跟氣喘的這個部分 對 其實空氣對健康的影響 遠超過剛才妳想像得到的 肺部的疾病 比如說妳可能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最近比較紅的 有一個東西叫 他們就發現說 空氣裡面的懸浮微粒 你以為它都會被卡在鼻毛裡面錯 當它更小的時候 它可以吸進去到肺部之外 它甚至可以進入妳的血液 所以曾經那個台大的研究發現啊 當妳那個懸浮微粒高的時候啊 他們是連心臟病發作的機率都高的 另外他們發現啊 懸浮微粒高的時候 甚至跟一些流產是有關係的 所以妳如果產婦 妳處在一個懸浮微粒比較高的環境下 甚至可能引致流產 可是以前最著名的是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很多年前啊 因為台灣不是都燒那個什麼 廢五金啊 然後燒什麼有的沒的 後來就發現空氣中有所謂的 帶凹性 對 你知道嗎 因為帶凹性它途徑並不是只有吃下去 因為現在我們不燒了 所以我們最擔心的是吃下去 就是殘留在環境當中 但是當初如果妳靠那些很近的人 另外一個途徑就是什麼 吸進去 那吸進去之後 妳想說只有吸進去會怎樣 像以前有些人他就想說奇怪了 為什麼呢 臉上明明年紀很大了 可是他會在一些地方 長出類似青春痘的東西 然後整個人都覺得很怪 換想發現那上面不是青春痘 他們叫綠錯窗 那就是因為吸的帶凹性造成的 對 它其實是一種 中毒的症狀 所以有部分人就會長這樣 所以妳都從來不知道 妳吸進去的空氣會有什麼 你知道嗎 難怪我有時候再看 東部的一些美女們 跟西部都市的美女們 同樣的年紀 妳會看他 他的那個青春亮麗度是不一樣的 妳有沒有觀察過 我們沒有 沒有 除了妳以外 我說看帥哥 也有差喔 也有差喔 更帥對不對 對 來 甄莉妳的抗氧化絕招 我的抗氧化絕招 其實我都一直在貢獻給大家 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常常來我的店 辣椒 辣椒 對 因為妳知道吃辣 可以促進新陳代謝啊 真的喔 甄莉妳每一餐都吃辣 幾乎 然後我只要是吃東西 一定都是加 他這樣切片然後加辣 醬醬油 所以都是吃這種生的辣椒 對 生辣椒醬 因為辣椒油妳知道 很多都沒有辣椒 什麼都要吃辣椒 所以一定要吃生辣椒油 然後我們又分辨不出來 對 這保證是真的 所以像這個辣椒 我覺得辣椒還不錯 這一招 這招有效嗎 當然剛剛甄莉姐 有很多的作用 你也會纏熱啦 那第二個 你血管會擴張 所以有人是說 它會增加一些基礎代謝率 那可以讓妳的身體的消耗熱量的速度 快一點點 所以可能相對來 有一點點的那個減肥的作用 那第一個 其實辣椒的話 因為它有個辣椒的那個辣椒的紅素 它其實是種類胡蘿蔔素的一種 就是它會轉變成類胡蘿蔔素 再轉變成維他命A 所以說有人說吃辣椒 可能皮膚會比較好 因為有些看法化有作用 讓妳的皮膚不容易老化 都有這個幫助 那要吃到很多嗎 其實要看妳能吃的量是多少啦 因為這畢竟還是一些營養素的問題 妳能吃當然是吃 但是妳吃到那種太辣 身體不舒服那不行 那它總是有 剛剛是好處嘛 對 它也有壞處吧 壞處第一個就是看妳 辣椒我們一般吃一定是會配一些東西 我們不可能單純吃辣椒啦 所以第一個就是辣椒說 第一個妳吃的問題是第一個 妳吃的食物 配的食物也有什麼關係 例如說可能妳吃個麻辣鍋 油 妳可能辣椒吃的油也吃很多 就是妳啦 妳喝湯底的啊 我喝湯 可是我不喝油啊 會把油撇掉 對 妳今天要把油撇掉 對 要把油撇掉 可是我們要講加減的概念嘛 妳加了一個辣椒好 但是妳不要就油又扣了好多分 第二個就是妳高熱的狀況 像其實辣椒它有些養分會流失 那剛剛生意姐講得沒錯就是 那妳煮過熟 煮太熱 沸騰好幾小時那個就是 營養素大概也都流失光光的 那沒有用啊 對 但問題是辣真的很不舒服 有人真的會吃到過量嗎 妳忘記之前 才某幾年末露營現場 才發生意外啊 對 就在試那個全什麼全國什麼 最辣的辣度又多少 吃的時候覺得還好 坐到旁邊突然間說 我喘不過氣來 送醫院 對啊 其實會耶 而且之前比較常出問題 妳也是說那麼辣 誰會神經吃過量 會 因為曾經有一度流行 就是吃辣減肥法 對 然後呢 他們塗了在身上塗辣椒那個 有含辣椒素的那個什麼 可以瘦身 推身的油之外 有些人就是餐餐 就是加很多幾瓢辣椒這樣吃 結果後來他真的有瘦了一公斤喔 大概隔了一兩個月左右 瘦一公斤 但他後來為什麼瘦不了 因為他的胃潰癢非常嚴重 因為他白胃就不是很好 他每天都三餐都吃很大瓢的辣椒 結果是因為胃不好 所以瘦那一公斤 所以一樣的 就是說妳吃辣 剛才醫生有講到重點 因為妳是適度吃 並且是吃新鮮的 萬像這樣亂吃 老實說 我覺得 身體只會更老 對 真的嗎 真的 其實像這樣大 不是很辣 大的還好 而且妳的辣椒籽 不要吃 對... 可是沒有 其實辣椒籽 那吃也沒有很辣 我是那種小的 泰國醬 朝天椒 朝天椒那種才比較辣 好 來 所以剛剛這幾招 我們可以學一下喔 那接下來第二回合一下 來 裴裴 再提供第二樣配搭好不好 對 因為剛剛第一個配搭 好像不是這麼的 對 稍微的 很弱一點喔 對 提供更好的秒鐘 看的話來 吃水果已經沒有問題了吧 那妳怎麼吃咧 因為就是我 你知道平常啊 很忙的時候 我媽就乾脆就是 在我跟依依出門前 就先幫我消耗水果 每一天的份量有這麼多嗎 對 差不多都有這樣 而且搞不好 會比這個再多一點點 不是 她帶是帶這麼多 她沒...不見得吃完 媽媽吃完 會吃完 對 媽媽的愛心 對 媽媽的愛心不要吃完 可是蘋果切開了 它接觸到空氣 它就會變黑 它還有用嗎 對 它就氧化了 是 不要壞掉之前吃完 壞掉之前 不要壞掉之前 妳怎麼知道她怎麼做完 不要放太久 妳吃啊 中間 三個差不多就不能吃而已 對 中間可以放久一點 夏天就不行 所以這盒也是 對 這盒也是 那都是蘋果 對 都是氧化了的蘋果 沒有 她媽媽可能有少 鹽水 對 那有 所以她應該有泡過鹽 那像這樣的方法 吃水果 對 切好的 可以嗎 賴醫師 這個可以了吧 有效果嗎 第一個 吃水果 它的確它是有一些 維他命C的成分 它可以抗氧化 那還是建議說 妳要吃的時候 再切會比較好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妳切了 妳看妳接觸空氣的當場 就像剛剛珍妮姐講的 它會變黑 變黑所以它就會氧化嗎 妳是要讓妳的身體 去取代那些氧化的東西 而不是讓它跟空氣中的東西 去做氧化 對 我覺得吃水果是非常好 但是吃水果有一些原則 如果掌握錯了 吃錯了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太 有可能氧化不成 抗氧化不成反傷身 為什麼 之前 我記得那個 林潔良醫師有一次 他在講說他有一個個案 是一個比丘尼 那因為比丘尼吃素 所以它的那個性重 都很擔心它貧血 因為他們都想說 吃素容易缺鐵 吃素容易缺血 所以每次到的那個 你不記得那個櫻桃成熟的季節 就很多信眾都送他櫻桃 就後來有一陣子 她覺得說 反正身體也覺得 不是那麼舒服 說不上來 但是好像有點 比如說記憶力不是那麼好 然後人就有一點點 這樣反心反心 後來他就去醫院 還是照樣看醫生 然後後來又檢查 其實他就會發現 一個很奧妙的事情 就發現說 他血液裡有一個東西 就是乙烯膽鹅煤 它的量是低的 然後林醫師就說 你知道乙烯膽鹅煤量 比平常人低的原因 有可能是什麼嗎 什麼 就是有一種農藥 叫做有機裡內農藥的中毒的現象 它會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這個酵素 是明顯在降低的 當時有機裡內的農藥 來自於哪裡呢 後來沒多久就發現 那一年呢 好幾梯的進口櫻桃 都驗出了馬拉松的農藥的殘留 那因為它大量的吃 因為你第一個 所以我們這個案例 是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第一 不要單一吃 非常非常大量 第二個量本來就要適度 因為水果除了好的東西 也有糖分 也有其他東西 第二量 第三 一定要清洗乾淨 因為你知道 你的農藥到你的身體裡面 要由肝臟它們負責去代謝對不對 肝臟在拆這些毒物的時候 就會產生大量的自由基 你身體要去修復它 所以你當吃了一大堆農藥的東西 進去之後 你沒有抗氧化 因為更累 所以洗乾淨 吃適量 不要 要多種類 並且呢 要少農藥的方法 就是當令當季 遠來的和尚不會唸金 這個觀點很正確 不然它進口的又貴 雖然甜 但不見得是最好的 對不對 那帶皮吃跟不帶皮吃 有差別嗎 皮的那個植物營養素的含量 比較高 像譬如說裴裴的 我其實要非常鼓勵它 因為其實它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這個示範 因為在這個蔬果的一個攝取 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鼓勵越多越好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意思說它的種類豐富 可是它的 你會發現它的顏色就只有 都是這樣比較豐富 對 就是綠色啊 白色啊 一點點黃色 而且它的梨子都快乾了 有沒有 乾掉了 對 那可是其實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不容易 因為植物營養素 其實現在目前研究發現說 有很大的一個抗氧化的一個效果 可是很可惜的是 研究發現植物營養素呢 比較...存在比較多的是 那可是我們不可能... 對 我們不太可能吃橘子皮嘛 或是也不太可能吃葡萄籽 所以在這一塊來講的話 第一個我們會建議你 每一天的話五種顏色 譬如說紅色 橘黃色 綠色 藍紫色 白色 這五種顏色 就是你吃的食物 越繽紛越好 它裡面其實含的 抗氧化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不要加糖 不要加水 所以就是純粹是水果打成的 果汁是可以的 那個份量還是要抓 我們一天大概建議是 兩份的水果 那兩份大概就是兩個拳頭大 所以呢 水果吃過量的時候 其實它也會增加身體的 這個糖分的累積 差不多 所以你如果一天兩個拳頭 大約這樣啦 對 差不多 這個已經有超過了 這只有三個拳頭吧 好像雙個拳頭啊 是你的拳頭啦 但不是他的拳頭 是這樣喔 意思是自己的拳頭 對 對 那就人自己的拳頭不一樣 那你還要吃多了耶 對 那我吃太多了 我們會建議 對 蔬菜建議會比水果多一份的 這樣子的一個份量會比較好 那這樣子的量大概就是 如果換成蔬菜 這樣子的容量剛好一天 對不對 來 接下來甜釉 那你的招數是什麼 我也是比較懶的方式 因為我不喜歡削水果 然後把它皮又削掉 又什麼又切來 就很麻煩 所以我早上的時候 我會在一起床之後 空腹的時候 就還沒吃任何早餐的時候 我會先喝一杯果汁 精力湯 是 對 類似這樣 比較類似精力湯 然後我也有一個就是 佩服就是說 我不在同一家水果店 固定每一個禮拜 就是一定要在這... 固定跟人家水果店買 為什麼 因為老闆人不好還是 不是 因為他因為貨源 一定是跟固定的農家去買 去買嘛 所以我就是會覺得說 如果這家農藥比較多 就同樣的農藥 太多 對...就是... 同分散 分散風險喔 分散風險 分散風險 分散有好處喔 這樣就是你以後選 你長的時候票比較多 有道理 每一個都有嘛 每一個都是高官一下 這樣子的方式去分散風險 但你會用各種顏色的都有 在這個景點 平常還會有就是大的黃瓜 然後或者是芹菜 就大的西洋芹的那種 那這樣的方法 可以達到抗氧化抗老嗎 妮老師 在那個... 停用的那個五蔬果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去做那個精力湯 其實概念是很不錯 不過呢 在選擇那個蔬菜水果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原則 譬如說 容易產氣的 像什麼地瓜 或者是一些 就是澱粉質比較高的那種 很少人會把地瓜 拿去打精力湯吧 不一定 不一定 對 這種反正要注意 對 那些產氣的一個食物 會需要注意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 如果它還沒有成熟的水果 盡量不要 譬如說綠皮的番茄 或者是那一種橘子 倒是比較少 青皮的香蕉 對 就是譬如說那個香蕉 還沒熟的時候 那個部分也必須要去 等到它真的完全成熟了之後 再放比較好 另外一個很重要 我們一直要強調蔬菜水果 最重要是纖維 那那個纖維其實幫助你促進排便 也可以減少一些大腸直腸癌的發生 你知道現在目前的癌症的第一名 就是大腸直腸癌 對 那所以纖維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留下來吃 會比較好一點 我想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從剛剛水果到蔬菜 不是都說越繽紛越好嗎 對 但是啊 比如說像小黃光這種東西 或者是芭蠟這種東西 那它們雖然皮是綠色 但它們就是那個包包皮是綠色 削到裡面就是黃色 那這樣到底是黃色還是算綠色 其實那個會算外皮 要看你吃的... 是看外皮 對 看你吃的東西是 如果你把小黃瓜的皮都消掉了 那很抱歉 你只吃到白色的東西 那可是其實最珍貴 是外面那個皮裡面的 脂肪營養素會比較多 那這樣子的精力湯 也有人在講說 是不是再多加一些堅果類 是不是會更好 對 堅果類的部分 主要原因是因為 像譬如說紅蘿蔔裡面有一些 它其實算是脂溶性的營養素 所以如果有一些堅果類 它裡面含的比較多的 Omega-3脂肪酸的話 可以幫助油溶性的 這些脂溶性的營養素吸收 所以你會發現在 不管是譬如說番茄 或者是紅蘿蔔 這些如果經過油炒 或者是用油的方式 去做燉煮的方式 其實會讓裡面的植物營養素 可以比較多釋放出來 人體也比較好吸收 對 不過大家講到這個 什麼精力湯 蔬菜水果 其實很多的媽媽很重視這一套 對 不是只有藝人朋友喔 對 芽芽媽 對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非常缺乏這個蔬果類的東西 所以我就 我之前都聽過什麼 什麼五蔬果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用一個方法 早 中 晚餐 我都準備一個水果 或者一個蔬菜來吃 強迫自己就對了 對 強迫自己 所以你現在哪一個是早 這個是早上 香蕉 早上吃 最方便 最簡單的 對 這就OK了 來 中午 中午就這個 茄子跟番茄 茄子燙一燙啊 或是蒸一下 然後就好了 都選那個顏色好鮮豔 很必分啊 對啊 有掌握原則啦 剛好分辨嘛 那晚上回家就炒個青菜 或燙一下花椰菜很快啊 或是地瓜葉之類的 對 一定要 那這一壺是什麼 這個是我每天都要喝的檸檬水 但是以照剛剛來講的話 比如說它的量 這樣子看這樣一天的量夠嗎 其實概念很好 可是量有點少 少了對不對 味覺的 現在衛福部呢 在2011年的時候 它有一個新的每日飲食指南 它建議你呢 每一天呢 至少要七蔬果 那所以呢 在這個體積來講的話 一天要怎麼樣去吃到 七份的蔬菜水果呢 很簡單 只要把你的拳頭伸出來 就知道了 對 就是呢 每一天呢 你就吃兩個拳頭的蔬菜 可是是燙過的喔 生菜沙拉不算 你不要到菜市場那拿新鮮的 拿來比拳頭 結果你煮完之後 一口 對 如果你去菜市場買的時候 因為生重的話 就是新鮮的那個 大概是一百公克 就算是一份的蔬菜 那如果熟的 像你去那個麵店去弄燙青菜的話 那你就很簡單 用那個拳頭來比較這樣子 兩個拳頭就是四份的蔬菜 對 然後呢 再來呢 水果呢 就一個水果是一個拳頭 一份的水果就是一個拳頭 所以一天要吃到七份的蔬菜水果 也就是五個拳頭大小 對 你這邊有一個 可以示範正確的量 這是一天嗎 對 就是一天 一天喔 蔬菜水果 一個人喔 對 你們有吃到這樣的量嗎 你會發現 譬如說我們的蔬菜 就會有一 二 三 四 四種 而且不同顏色 然後要選不同的顏色 然後水果的話 就是大概三個 香菇算青菜 對 就是青菜 對 也算是青菜 這樣就真的可以抗氧化了 對 它其實呢 一個顏色呢 它其實對應的 這個器官不太一樣 我們的五種顏色裡面 紅色的蔬菜水果 它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是茄紅素 跟我們的柔花酸 柔花酸是在那個 莓果類的東西裡面比較多 譬如說小紅莓啊 對 蔓越莓啊 這一些會比較多一點 你只要看到反正它的顏色 盡量就是以紅色為主 對 都是 對 那它其實最主要的會是在 我們的消化道 跟這個泌尿道的部分 像譬如說 茄紅素對於 對 那橘黃色的部分呢 橘黃色它其實會比較多的 會是在譬如說 或者是玉米 南瓜這些呢 橘黃色類的 那橘黃色類比較對眼睛有幫助 然後再來 綠色的部分是 具有比較代表性的是 譬如說茶 綠茶裡面的額叉素 或者是我們大家比較知道 那個抗癌很有效的那個 十字花科 什麼花椰菜啊什麼 那個裡面是 液流青酸質的部分 這個也是植物營養素 迷迭香也算 對 它其實也算 那所以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 譬如說 肝臟的解毒代謝的一個功能 或者是肺部的健康 其實綠色的植物很棒 這個很重要 對 那藍紫色的那個部分 比較多的會是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 比較多的會是在葡萄裡面 那它最重要的呢 它是對於那個血管的 這個維繫血管的 彈性保護有幫助 譬如說腦 腦的維繫管很多 那白色比較好玩 白色的話 比較多的會是一個 譬如說大蒜 洋蔥 白蘿蔔 這種如果煮熟了 它的這些營養的代表 會少 會少一點 像譬如說 像比較嗆辣的 像之前甄莉姐提到的那個辣椒 裡面那個辣椒紅素 它其實也算是一種類胡蘿蔔素 然後大蒜裡面 或者是洋蔥裡面 一些比較嗆 刺鼻嗆味的那樣子 那個其實就是植物營養素 你切開之後 好像放在室溫下 然後過沒多久 好像味道就不見了 那很可惜 那個植物營養素也不見了 所以你這些五種顏色的方向 大概已經含掛了所有的 對 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對 抗氧化 那素青有沒有什麼樣子 真的有人就是不愛吃蔬果嘛 那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來恐嚇大家一下 也不是不愛吃吧 因為我覺得現代人最常見識 因為他們不方便吃 尤其是外食族 因為之前不是調查 台灣的外食族 平均每一個人 一天都少吃三份的蔬果嘛 對 所以加起來全部的外食族 欠的蔬果在大概有101 不知道幾座那麼高啊 就你一問他就會發現 他可能一個禮拜上廁所 也不過一兩次 是一個男生這樣 對 他就說 他們其實發現說 現在年輕人 上班族很多 腸道老化現象非常嚴重 很嚴重 因為他們蔬果吃得很少 他說他們平均 大概這種三四十歲的人 但腸子都看起來五六十歲的樣子 這種人越來越多 像我認識一個好朋友 他的女兒就是這樣 還沒國中耶 就是不吃水果 不愛吃 然後不愛喝水 只愛喝飲料 就這種這一掛的你知道 這種人就 偶爾有時候就發燒 為什麼發燒 因為滿肚子大便 引起發燒便秘 就是這樣 所以不吃水果啊 臨床上我們看過很多小朋友 尤其是這種十幾歲 十五 六歲開始 他肚子痛回來 你去看 你去照個X光片 都是滿肚子大便 對不對 這一種是不是他在體內 他的氧化程度就很嚴重 很嚴重 而且你會發現 他就是不吃菜 不吃水果 對 不喝水 對 一樣 來 整理 最後壓軸了 你的絕招 那我就更厲害了 更厲害 來... 壓軸 法寶 對 其實法寶呢 很簡單 對 非常簡單 有什麼特殊之類 早餐就是喝咖啡 什麼 不要小看它 除了這杯咖啡 它也是很重要 讓我們一整天的精神都有 你的咖啡裡面 有加什麼紅蘿蔔 或是青菜精力湯 黑咖啡 黑咖啡 不加糖 不加奶 對 偶爾會加一點糖 然後中午就是吃咖哩飯 咖哩飯 很好的一個東西 對 再來就是剛才我們營養師有講 蛾茶樹做過的綠茶 綠茶 蛾糖綠茶 那因為呢 就是我不太喝水啦 所以我把這個綠茶當水喝 對... 那這三樣哪一樣 是真的可以達到 所謂的抗氧化呢 賴醫師 第一 跟我其實這三樣 都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質在裡面 都可以抗氧化 我一個解釋好了 第一個咖啡的話 它有一些那個分類 跟類黃桶的東西 那第一個它是可以抗氧化 也可以讓你的身體的自由基去除掉 那再來是茶的部分 剛剛講過有些蛾茶樹 那其實它除了蛾茶樹外 還有一些綠他命的成分在裡面 綠他命C 綠他命E 所以抗氧化之外 它還可以讓你的身體吸收那個 多餘的脂肪啊 都比較少一點點 那再來講咖哩 剛剛講過 有些薑黃素的成分 第一個是可以抗奶抗氧化 那第一個剛剛講過 其實它有預防阿滋海默症的功用 就是預防老人癡症 這個就是你的主要命 對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 還可以這麼聰明 我就一天都要為我老公吃這個 但是這個東西是預防喔 如果說你已經有的話 那可能就沒什麼功用了 所以在你還沒有的時候 趕快多吃一點 聽到沒 這就是留給你的你的晚餐 我來不及 我已經開始有一點點進去 第三個它有一些抗氧化 醬膽污水的功能 這也是有幫助的啦 這個也可以 對 營養的調控 不是 那那個量呢 一天 就這樣一碗骨頭醬就夠嗎 還是 它其實主要好的部分 是咖哩的部分 對 所以說你可能 其他的東西 例如說馬鈴薯飯的部分 可能就盡量減少 少一點 對 那咖哩部分可以 我想多吃一點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是OK的 對對對 那咖啡有沒有 因為市面上咖啡太多了 正六法也不一樣 對 有沒有那一種 你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要喝咖啡的話 有沒有一個比較集 好 其實曾經有人做過研究 就是我們咖啡有很多種沖泡老方法 什麼義式咖啡 義式咖啡 義式咖啡 就是咖啡糊 或冰滴咖啡啦 那基本上人家有去研究說 因為主要是監測它裡面那個 類黃銅跟分類 這個抗氧化物質的成分 你如果用義式咖啡跟美式咖啡 那種比較有點煮高溫的方法 出來那些抗氧化物質 會比較多一點點 高溫都會比較多 對 那如果說你用冰滴出來的 他們有去研究過 其實出來它萃取出來的一些 看氧化物質反而比較少 所以我們自己買咖啡豆回家自己煮 會不會更好 其實一般的咖啡店 應該都是義式咖啡跟美式咖啡 去泡為主 那種膠囊的 很方便 那也是應該是經過高溫的吧 那個的話如果說經過高溫就OK 但是如果說冰滴咖啡 可能它的味道有 但是它的抗氧化物質 就沒有這麼多了 冰滴咖啡反而價錢還不便宜耶 是啊 對啊 量還不多咧 那是比較吸的耶 對啊 那綠茶有沒有怎麼喝 抗氧化效果更好 綠茶剛剛講過 你最好還是喝一些 你自己沖泡的茶 當然你如果說怕有農藥的問題 你第一泡就把它倒掉 是沒有關係的 那事實上 茶剛好跟咖啡相反 茶如果說你烘焙的過程越多 例如說你可能是紅茶 你的營養成分 可能就沒有這麼高 反而是這種綠茶 你的抗氧化成分比較高 所以你要去買這些冠狀的茶 你可能盡量買綠茶 不要買紅茶 發酵的程度嗎 對 它發酵的時候會破壞 因為它其實發酵 是有一些一輪串的加熱的過程 或加一些東西在裡面 刺激它的香氣跑出來 但是發酵過程 它會讓一些營養素消失不見 可能真的跟著它那個氣體 就散發掉 你反而吃掉是一些渣渣的東西 可是像昌明哥 你每次泡都泡一整天那個茶 從早喝到晚 這樣子好嗎 基本上其實茶它是 它其實沒有相差這麼大 它其實泡很久跟 你不要泡得太短 你可能泡淡淡的 那當然就沒有什麼用 對 你泡了很久 其實它的營養素也是在的 耳茶素它要融出多少 跟你泡的溫度比較有關係 所以以前有一陣子流行冷泡茶嘛 那冷泡茶如果你要讓這些 耳茶素出來多一點的話 你可能時間要稍微泡長一點 所以他們常常教你說 如果冷泡你可能要隔很久 一夜 對不對 對 它時間要長 那你說那冷泡 為什麼要冷泡如果 它比較不容易融出 因為冷泡的時候它發現 它咖啡因的量是會少的 對 可是我其實覺得 這樣子喝這種茶 我很懷疑它裡面 有多少耳茶素啦 你說一句實在話 因為曾經以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記得一個新聞 以前有一個那個飲料 它曾經就是有 類似什麼認證 然後號稱它有什麼 結果後來就被踢爆 裡面的耳茶素濃度不足嘛 因為跟它當時送驗證的 其實有一定的差距 經過這件事之後呢 我個人有再喝一下 那個品牌的茶 老實說當它添足了 它所謂的量的 可以作用什麼什麼的耳茶素之後 那個味道真的不好喝 真的喔 對 所以你一定 我覺得是自己泡會相對好一點 可是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 是那個咖哩耶 咖哩 因為咖哩 當然它本身咖哩粉很不錯啊 可能薑黃啊什麼很多 問題是 一般人吃咖哩 不可能只是咖哩粉啊 他們會吃什麼 他們會吃什麼牛肉咖哩啊 或吃什麼豬排咖哩啊 對啊 還會勾芡 對啊 還勾芡啊 你想想看 你好不容易有那麼一點點 你說要預防失智好了 台灣失智有很大一群 所以說你要吃這個咖哩的好處 你可能是做蔬菜咖哩 像現在有一些吃素食的店 他們做蔬菜咖哩還蠻好吃的 所以你怎麼去搭配 我覺得不然老實說 炸這麼大塊豬排 然後都一點點咖哩 最好你是能防失智 對不對 對 還是有證據的方法問題 對 好 但是總結來講 真理這一套方法方向是OK的 吃的方法要對而已 對不對 好 謝謝真理 謝謝 這個鴨頭三招看起來不錯的 對 但如果稍微總結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的吃 才能夠比較輕鬆的抗氧化 營養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其實會建議大家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你的蔬菜水果的挑選 越繽紛越好 就是你的餐盤上面的顏色 越繽紛越好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七個...七份的蔬果嘛 就五個拳頭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盡量的去做到 那如果說你平常 因為工作忙碌 你真的沒有辦法 很努力的做到飲食均衡的時候 其實營養補充品 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譬如說抗老 或者是一些抗氧化的 這樣子的一些狀況 好 賴醫師 什麼樣的生活習慣面來說的話 要做好 不做好 反正可能沒辦法抗氧化 你的訣竅都失效了會不會 第一個我還是建議 從日常生活著手 第一個你還是要 就是說你可能該睡覺之後 就要睡覺 該晚上休息 讓你抗氧化的活動 在增加的時候 晚上的休息盡量多一點 好 那第二個 吃的食物的部分 就剛剛講過很多抗氧化的食物 但是還是跟剛剛營養師講過 要多種類 你不要說單一東西吃太多 然後其他東西吃不多 第二個我會建議說 大家盡量不要吃 你只要加工過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一樣 你只要加工過 其實都有些加一些人工添加物 現在其實都不知道工廠 加了什麼東西 所以你可以的話 就這樣吃天然健康的食物 那只要加工過 都盡量不要碰 包括說 除非說 你是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一些豆花 愛玉 可能你自己可以確定 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可以吃 那最後就是運動的部分 運動的部分其實是 那很多人有個迷思就是說 生病的時候要多運動 事實上我會建議說 生病的時候你可以運動 但是不要太累 反而要多休息嘛 對 反而多休息 你要留些體力對抗病毒 是 適量的運動就夠了 好 所以現在的人呢 為了這一集重要在於 很多人的觀念 都比較奇怪現在 就是你好好的生活的作息 你不做好 然後再去找一些 很奇怪的一些方法來 看能不能讓自己健康一點 能夠抗氧化一點 大家都在年輕的時候 花很多的體力去賺錢 他老的時候再花很多的金錢 去買健康 不都這樣嗎 就是有點亡羊補牢的 你知道嗎 但如果我們用輔助的 幫助的角度 我們譬如說像剛剛一樣 是說的我們來攝取一些 營養素來讓自己營養更均衡 這個是成立的 但是呢 千萬不要反過來 你就熬夜 然後補充了半天也不睡覺 正餐也不吃 那也不行啦 調整生活作息 祝福大家都能夠抗氧化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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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k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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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欣 heel 座